原标题都说十八层地狱,那么这十八层里都有什么?什么人才有资格去? 在东方和西方的传说中,我们可以看到,书中会有对地狱和天堂的记载,但是两者却并不完全相同。 在西方文化中,天堂有上帝耶稣,会有各司其职的古神们,活泼的小天使们,会围绕在升上天堂的人们身旁,为他们歌唱祝福。 但是,在地狱里,有人伸羊手的恶魔撒旦,有熊熊燃烧的无边夜火,人们在其中挣扎反复,却找不到打开地狱通往天堂的大门。 在西方文化里,能上天堂的是大部分,只要生前没有犯下如杀人,放火之类不可扰数的罪过,在其他小错被上帝宽恕了之后,还是有机会上天堂的。 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基督徒,动不动就会祈祷上帝原谅他们的罪过的原因了。 反观中国,天堂似乎就是九重天的概念,再在九重天上,也有和人间一样等级森严的规格制度。 这些规矩把神仙们分为几个等级,同名着是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,类似人间的皇帝和皇后,而九重天实际上就像人间的朝堂一样等级分明。 所以,能上天堂的人,一定是有非凡建树的人,才能在死后飞升成险,更是成为一名神官,所以其数量自然也是极少的。 而大多数人的归宿,则是无边的地狱,地狱里有判官来审问每一个下了地狱的人,审完之后,就交给小鬼们拉去各个地狱兽刑,具体的兽刑数量,则由其生前所犯下的罪行而定。 可以说,在中国几乎没有人可以逃脱下地狱的结果,受完惩罚之后,还能去投胎开始另一轮的人生。 但是,无论东方还是西方,都很清晰地表现了,依靠天堂论和地狱论,来规范约束人们的目的。 不管天堂和地狱是否真的存在,大多数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被这种言论约束着,来履行着他们最基本的道德规范,因为他们从内心也会害怕逃得了一时,却逃不过死后的算总账。 而且,民间传说中的阴间地狱,则是一个十分恐怖的地方,地狱总共分了十八层,每一层都掌管一种恶人刑罚,期间,遍地都是游走的降鬼,你休想逃走,不受罚结束不会得到解脱。 并且,在十八尼离经中还说道,世人若于四月十七日,势力信心,尊奉玉利之景行事,长江以上诸语向人谈说着,来生发往阳市为人,不受笔薄,不遭观形水火伤体等象之灾。 那么,每一层地狱里都有什么呢? 第一层,是地狱市专门承治长蛇妇人,挑拨离间对人恶语相向。 既然生前靠着一条三寸不烂之蛇兴风作浪,那么,死后自然也逃不开对舌头的用行。 小鬼们会把人死死按住用烧红的铁钳把人的舌头慢慢拉出来,并且,会尽可能地拉长,让人体会那种痛苦。 所以,死刑罚名叫拔舌。 第二层,是对唆使寡妇的人特制的剪刀地狱。 对于唆使寡妇在家私通的人,小鬼们会用剪刀剪断他们的十根手指,寓意让他们不要再伸长手多管闲事。 第三层,则是铁树地狱,对于那些在人间挑拨离间别人家感情,导致亲人之间感情不合的人,惩罚是被挂在以利刃为之夜的树上,直至血液流迹。 第四层,没有具体惩罚,只有一面可以照出生前自己种种丑恶行径的镜子。 这面镜子会明明白白的,照出人身上的所有丑恶思想,让恶人将这些罪恶与一个层地狱一一对照,再分别去不同的地狱领罚。 所以,这就叫做涅境地狱,第五层,是蒸笼地狱,专门承治那些非留短长的人,在人背后议论别人的是非常短,先要在蒸笼里将全身血肉蒸熟,再送到第一层经历一次拔舌之苦。 第六层地狱,专门为了惩治与火有关的罪恶而射,生前有故意纵火的,不管是贪财还是害命,甚至只是用火虐杀动物的,都会被绑在用火烧红的柱,死上受炮闹之行。 第七层,是指一座用尖刀堆成的山,凡是亵渎神灵,或者随意屠杀农处的人,都会被罚爬上刀山。 第八层,生前不遵守仁义校剃的人,或者赌博成瘾的人,会被惩罚爬冰山。 第九层,是要下游锅的游锅地狱,靠奇迹饮巧过活的人,如女子卖昌,男子嫖娼成性的,都会被罚下有故。 第十层,是羊坑,与动物有关,生前是屠夫,或者是虐杀动物成性的人,都会被羊脚顶穿肺腑,血流不止。 第十一层,是施压地狱,生前曾经打胎或者屠戮婴儿的人,此后会尝到巨石碾压,无从逃避之苦。 第十二层,充就地狱,名字与农业有关,要惩罚的人,自然也和农业有关。 凡是生前浪费粮食的人,此后会被送进这层地狱里,常受被碾压研磨之苦。 第十三层,血池地狱,亲人间血浓于水,但是生前却对自己的亲人百般辱骂虐待,此后就会被投入血池,被血浆里里外外地洗涮干净。 第十四层,地狱,是用来惩罚那些不爱惜自己的生命,随便自杀的人,既然可以随便就放弃自己作为人的生命,那下一世,也不会再有机会做人了。 具体好像没有惩罚措施,叫做王子地狱,第十五层,是分尸地狱,用来惩罚盗墓之人,不管生前是否被抓住了,死后都要再经受一次无马分尸之行。 第十六层,是火焰山,收受贿赂,中饱私囊的人,要被烈火焚烧五脏六腑。 第十七层,石墨,让贪官污吏,逊私王法之人,饱尝血肉成泥的苦楚。 第十八层,缺金少两个人,会被从头到脚劈成两败。 所以,又叫刀劈地狱,并且,根据十八尼离经中的记载,这十八层地狱,是以受罪时间的长短与罪行等级轻重而排列的。 每一地狱比前一地狱,增苦二十倍,增瘦一倍。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,这个十八层地狱的层,则不是指空间的上下,而是在于时间和刑法上不同,尤其是在时间之上。 参考资料,十八层地狱,十八年离经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